借到回來了這部車 真的不容易的 為了跟大家拍一下這部車的視頻 我們甚至一年前已經訂了一架 真金白銀是給了錢的 給了五萬元 但一直都不交車給我 不交車的話也不要緊 我問廠借,廠又不肯借給我 好了,到最後我問朋友借 就是問朋友,如果有買了 當然那些不是我朋友,是其他人的朋友 總之有人有買過這部車的 我問他們借 最初都答應了,但最後說 廠借中泊又不肯了 什麼意思呢,你們覺得我會欺負他嗎 你怕我拍完這部車? 不會的,公公道道 因為我在事實上,這部車 我在網上找過同行做的 關於他的車評 嚴肅的車評其實是少的 大部分都是對他各種惡搞 又或者是先入為主 因為的而且確 這部車不是說這部車的品牌 黑點、吵點太多了 究竟他是怎樣的呢,我很好奇 好,後來多謝我們的同行 他原來自己買了一架的 不知為何他交到車,我交不到車 不知,大小超 他就借了一架車給我 借了回來之後,我認認真真開了兩天 我先有底氣站在這裡 和大家分享這架車 好了,這部就是行前五了 好,好,好,好 其實說實在,這部車我第一次去見到它的量產版本 之前的試駕車我是駕駛過的 但是那時候我一直都沒有去試 因為我堅信那部車上面的很多調教各方面的東西 和量產版是有區別的 事實證明我這個猜測是對的 這部車無論自己的樣子似的 駕駛的感覺,裏面配置的感覺 裝備的那些東西都跟我之前試的那部試駕車 是完全不同,可以說完全就是兩架車 所以試這部車才有實際的意義 亦都是說我第一次去試這部量產版的行前五 我看到它的造型 這部車在裏面外的包裝 我可以很負責跟大家說一句話 這部車是一部好車來的 如果我們有什麼偏見 帶著什麼偏見的點來去罵它的話 我覺得真的要深厚這個字 你要和鄭仲岐士這樣和行前說一聲sorry 老老實實,這部車才賣17萬多 現在終端說12、13萬有交易了 你在市場上找到一部 造工有它這麼好 裝備有它這麼多 性能、續航各方面 以及造型各方面 這麼認認真真的 這麼像一部車的車出來 你找一輛出來給我看看 再找一輛 你是找不到的 它之前我想到最像樣的哪一輛車 就是威馬 威馬和它是相似的 無論背景、身勢力 當然沒有它那麼財大、氣粗 造型的大小、各方面的 包括價錢都是17萬多的威馬 和它都是相似的 但是這部行前它帶出來的那種品質感 它造車的那種認認真真 這部車的認認真真的程度 裏面的裝備 那些豪華的包裝 和威馬比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如果將威馬比 變成一輛CRV 它最少都是一輛 它區別就是這麼大的 所以我有點吃驚 因為這部車的功課 是真的認認真真的 你看它的造型 各方面的包裝 各方面 有人說它用力過板 有人說它的設計過度 但我覺得都是見人見智 審美這些東西很難說的 有些人就是喜歡這種設計的 但是OK的 真的不錯的 就是這部車的造工 那些門 那些門板的厚實程度 包括這些薄狠的位置 上面這些降水 這些油漆上面 它是有那種金屬的那種反光的 哇 每一個位置都是認認真真的 你從它的背景來批評它 我覺得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就是論事 十幾萬去買這樣的車 如果它終端去到十二三萬的話 它買這輛車可以鬧的點 的確是不多的 這部行前五的GLDC公佈的數字 是超過六百公里的 實質上它開的話 在冬天方面 同行給我們的一個數據 這個我沒有測過 在冬天方面 它的那個數據是跌了一半的 但是我也看回跌過一半的車型 其實是不少的 所以它不會說 也是特別差的一個存在 如果在這樣的天理上面 我實質上去開 它可以開到四百出頭 即是它公佈六百 它開到四百出頭 那也不會說是一個特別差的一個成績 所以客觀地說句話 公公道道 如果這部車的中端零售價 哪怕原價賣十七萬的價錢 放置於這部車交出來的表現 我認為它的評價都是不低 起碼市面上比它做得差的車 大有車載 那它真的不算差的那班 哪怕你看回它的空間 這部車是一部正宜八經的純電平台的SUV 全屏的後面的地台 包括座位的厚度 裡面的空間的大小 圓圓全全都是符合我們對一部家用SUV的要求 所以在基本上這些物理方面的空間 造型、設計 還有這些造工方面 這輛車找到的瑕疵真的不多 好 我開一下它 在開的過程中 我再跟大家講一下故事 究竟這個行詞是甚麼回事 這麼多人罵它究竟是有沒有道理 以及假如真的這樣 終端12萬 嘩 沒甚麼給你選的 你買一架驗證馬證 至少 你買一架驗證馬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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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個行詞 這麼大銀,就說覺得很富貴 你覺得老套而已,有人覺得富貴 所以這些東西不錯評價 第二個,亦都有些很潮流的東西 例如,它中間有個大連瓶 這塊五樣的大玻璃 Benz 說它這件是核心科技 現在行辭亦會見到這件五樣大玻璃 同樣跟Benz 一樣 它這塊大玻璃下面陷入的是三塊屏幕 只不過它亦有恆大方面的風格 兩塊屏幕中間的公胎面積是比較大的 這輛車是盡可能的 將所有,包括從冷氣、娛樂控制系統 各方面的調校,都整合在這塊屏幕中 這裡留到很少一部份的物理按鍵 所以其實從整個車身的佈局來講 包括制的佈局來講 我不認為它亦犯了甚麼錯誤 一間新勢力的車期 第一次造一輛車,做到這樣的水準出來 是符合大家的預期 有給很多所謂的老牌轉過來的 都要做得好 起碼有些車廠 我看到有些新勢力的基本功夫 他們犯的錯誤 我現在還可以說你連行辭都不如 這句話真是痛的 這部車至少從人機高 我看的視野方面 操作方面 我坐姿方面 我認為這些沒有大的硬箱 都是值得表揚的一個地方 動力方面它只有一個版本一個配置 就是一個前驅的版本 馬力是不大的 兩百零幾匹的馬力 它最大的問題是甚麼呢 它有一個前驅的車 前驅的車兩百零幾匹的馬力 所以你不要預期它有一個很厲害的加速 因為老實說 如果是厲害的加速 你這樣佈局也受不了 因為這輛車重 還用前輪這樣走的話 一不注意 前輪就會空轉 就會跑地了 而這輛車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無論任何的模式 哪怕你用到舒適模式也好 地台有踩進去 前輪都會有一下空轉 你聽到聲音 一聲響 不過它通過T-C 即是驅動力防滑的系統 它會將你的動力按下來了 對了 它會分幾段的釋放 聽到沒有 它響 然後響一下 它收回來就不響 所以它在整段的加速過程中 你陸陸續續可以聽到這條梯 響下又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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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下 響下又不響下又不響下 是伴隨著這種輪胎的C叫聲 這車要完成這個加速的 但是好處是什麼 這也是要稱讚的地方 它會響亮一下 但是整段加速都算是流暢的 這也可以看到它在驅動力防滑方面 它的程序和內測都是做得不錯的 第二個就是它的方向盤 亦都是優點來的 在這樣的前驅大動力的情況下 特別容易出現扭力轉向的問題 之前Iron 的車都會出現過 現在它們改了 但是以前的車的情況是嚴重 緊了這個動態 這個行前是不會的 很輕微 它會緊一點 但是緊的過程中 它是不會拉近一邊的 這個我認為都是做得好的一個地方來的 並且還要稱讚的 它是整個加速過程中 它的電機都不會有很厲害的一個燒叫聲 這個整個電機的運轉過程 從噪聲的角度來講 我認為都是滿意的 所以整個動力系統 加速的過程 各方面的東西 以及它先天的一個 我認為是不足來的 電動車應該是後驅的 它放在前驅的情況下 這些叫先天不足 這樣的情況下 它做到目前的水準 我認為都是相當之滿意的 好了 這就是三電系統方面的一個表現 能耗方面我已經說了 這輛車剛才我激劈的 我激劈的能耗是18.3 還好,不算是很過份的 因為考慮到它的電機功能都不大 所以這樣的能耗是正常 不是優秀 但是是正常的 不會特別差的 懸掛方面 懸掛方面 我見到同行之前去讚它 說它的避震是撐得住 又說它很舒適 各方面的評價都有很離奇的 如果是開之前給媒體試的那輛試駕車 我見大家的評價 多數都說它的表現是比較運動性的懸掛 但是量產車這一部分 我亦都看到很多傳媒對它的評價 是很軟的 就像一輛豪華車 一輛舒適性調教方面 這個本身已經是很衝突的兩種表現 但實際上如果你問我 我對這個評價的反應 我只會用一句詞來形容 就是兩頭誤倒案 首先我以為它是軟的時候 我怎麼體現呢 過過那些大琴的時候 例如那些很大的沙琴 或者一些很大的減速帶的時候 它吸收這些突如其來的震動的時候 它的吸震能力是還好的 車不會很生眼地跳起的 這一點是做得還好的 第二個 在這些看似很平的路面的時候 你過的時候 你又會發現這輛車是鴨共的 鴨共的跳起的 你會覺得這輛車很迷惑 究竟它是一個怎樣的避震呢 然後我再做一些動作的時候 例如很輕微的 我一定程度的這樣擺放 車軸不高 現在是慢的 車軸我這樣擺放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個比較危險的情況 就是什麼呢 它是通過方向盤這樣搖動的時候 這輛車左右的這些吞的慣性 好似會儲力地儲存在懸吊上 每擺放一次都放大一次 每擺放一次都放大一次 直到車失控 這是一個很差的表現 好的避震是什麼呢 它會化解你一些左右橫移的慣性 讓這輛車的重心轉移變得輕微 但它不是 體驗在哪裡會差呢 例如我需要做緊急變線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這套避震系 根本不足以支撐 這個車身的那種突如其內的重心的變化了 所以我曾經試過去做一些比較大動作的緊急變性 例如這樣去變一次 你會發現很容易就響胎 不用很快的速度 40公里就響胎了 然後車身穩定是一種快速地單邊輪介入 一聲響的 這就說明是有問題的 你說明這輛車的極限是很低很低的 是說明到它的懸掛的調教是很差的 避震心是很避震心 如果你的避震心不漂亮的話 你在過濾這些大震動的時候 你是拉不住這輛車的 現在顯然避震心是沒有問題的 是調教出了問題 是這個車重 這樣的車身的高度 與我要達到這輛車身穩定的時候 這個中間是很考功力的調教 這方面是不到位的 這會是這輛車的一個深層次的問題 還有就是隔音的問題 這輛車我也看到傳媒評價 它的隔音水準是高的 有豪華車的水平 但我發現是什麼呢 它在什麼程度隔音是做得好的 就是如果你只是依靠隔音面 可以做到的隔音 這輛車一流 什麼情況是隔音面可以做到的呢 當檔聲前 哪一輛歐機在旁邊吵 一輛泥頭車我邊邊過 這些環境的噪聲 它是隔得到的 沒有問題 但是有些什麼噪聲它是做得差的 就是它本身機構導致的噪聲 例如懸掛的噪聲 爐噪聲 電機的噪聲 以及停在風機 噪聲響的噪聲 這些是MVH 的高水平 這方面的調教方面 亦都是做得差的 所以這輛車帶來的大噪聲的困擾 全部是離遠於自身 而這些東西並不是通過隔音面就可以做到的 是需要什麼呢 你要有一個很好的實驗室 將每一個 例如我的風機工作的聲音頻率 和我的車運轉時來的頻率 這兩條頻率有兩條線的 這兩條線來互相調教 將風機的頻率降低 或者將這裏的頻率去改變 讓它之間的頻率不會達至一個重合 令到波峰、突波峰的噪聲越來越高 是這樣的一個道理 這些東西你沒有實驗室 你是做不到的 即是說明 無論從懸掛 或者MVH 的控制方面 這輛車可以說是沒有調教的 但是硬件是好的 硬件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調教方面 好像是沒有做的 這輛車就是比較大的問題 而這些問題 除了我剛才說的兩條線 還有什麼情況出現呢 煞車 煞車都有這樣的問題 這輛車的腳感是極其之怪 前邊的腳有三分之一 好像是假的 好像打機踩海綿 沒有比例感 沒有力量的遞震感 並且這個踩下去的比例感 亦都反映不到在車速上 車速上降速的比例感都是錯的 所以這輛車的煞車需要一定時間 去做一個適應 並且這輛煞車系統的比例感 和能量回收的比例感 這兩個比例感的重疊 或者是互相匹配的情況 我覺得都是做得差的 因為我會覺得它的減速度有時輕有時重 是很難捉摸 是一些需要調校 才可以做到好的領域 還體現在它的重點 它的智能車 輔助駕駛方面 這輛車的輔助駕駛已經開通了 之前我們試駕的車全部都沒有 只是餅而已 人們說這輛是假的 這好消息是 這輛車是量產版本 這輛車全部都可以了 但這輛輔助系統是我試過最差的一套 那些感覺比10年前的 Audi大眾做的那種 打波子式的車道保持 你看看它的方向盤 傻瓜 它好像佛神經那樣 它不斷地轉 它又不是打波子 它似乎保持在車道中間 但它的感覺就是 這個方向盤好像有一顆開關 這個開關是01開關 它沒有任何的預判 沒有任何眼睛可以看到路現在走的位置 只要它覺得不對 就一聲拉回來 這邊又不對 就一聲拉回來 它永遠就在01開關 所以它就不斷不斷地 用一種很快速度的 在這裡搓這方向盤 去做一個調整的 極其之不舒服 所以從這個方向盤 這個輔助駕駛 在最簡單的車道保持 它都做到這樣的樣子 亦都令到我對整套系統全無信心 所以基本上行詞5的問題就出起 只需要花心機用經驗去調校的東西 這輔助駕駛似乎是做不好的 但是只需要堆硬件可以做出來的位置的東西 這輔助駕駛都做得不錯 第三個就是硬件內 這個硬件需要調校才能運作 例如它的三段系統 我相信它整套都是找好的供應商拿回來的 這些基礎部分 亦都不會犯很大的一個錯誤 所以中上我試完這輔助駕駛的時候 真是百感交集 神奇的是什麼呢 好像恆大的這些企業 是全無造車經驗的 完全就大把錢地扔下來 這輔助駕駛前已經扔了470多億 在全世界的範圍內買來最好的供應商 它很快就可以做到一輛似無似的車 以及它的生產線各方面的機械臂 都是漂亮的 所以你會發現這輔助駕駛的造工方面沒有問題 供應商方面沒有問題 包括連這些座椅的縫線 這些椅子的縫線 它比豐田還要好 死不死 它連造工都比豐田做得好 這一點 我就覺得做車難嗎 很多人都說做車是一個很難的 不是你想做做 恆大就用事實說什麼 做車一點都不難 做車說做就做出來的 但是你說做車很容易又不見得 好像它那樣 硬件做出來之後 你需要調校的地方 它全部都沒有 就這樣把車走就行了就交出來 所以說難又不難 說容易又不容易 就是現時我們這個年代魔幻 並且是好的問題 這輛車好像是豐田的嚴正馬號 如果我勸大家買的話 可能真的有點糾結 先不說它是不是倒閉的問題 就算不倒閉 就算能遲 真的還可以做下去 這兩輛車都說得快 因為它們兩個顯然不同的 兩種造車的風格 前者 我在說豐田 是什麼呢 給你一堆爛東西 三電叉 電池叉 各方面都做得不好的 但是它要給你一個很精良的調校 那輛車的調校真的很好 很很開 各方面的東西 它不會犯低級的錯誤 這輛車反過來 你要下足給你好的料理 造工工藝 包括電機 各方面的東西 其實都不差的 電池都是不差的 給你漂亮的東西 但是就是零調校 這兩個就是顯然不同的 兩個造車的一個工藝 豐田那種做法 和行草的做法 你覺得它那些好 就給它一我 如果你喜歡這種 就給它二我 那麼二的這種做法 現在我會發現 是現時很多的新勢力的車廠 它都是落意去選擇的 因為它可以通過什麼東西 有個很神奇的東西 就叫OTA 以前說的OTA 是線上去幫你做的升級 現在不是 現在的OTA是可以回廠去升級的 原先那個不行的 我幫你回來換 是通過這樣的方式 即市場上面已經可以容許到大家 容許到車廠 先去買一架不完善的產品給你 後期我再慢慢補足給你 將這架車 好聽的叫用戶共創 不好聽的就是 拿了一個TAR 後面慢慢補回這個TAR 用這樣的方法來賣車 我不知道這個是營銷手法的進步 只是退步了 我搞不清楚 但是現時的風格 或者大家往這個方面走的 我見到越來越多 有這樣的趨勢 其實我們去笑行詞 笑恆大 我覺得這間車廠大概都是玩不下去的 因為不行 因為市場上對它已經完全無信心的了 它最好的結果是什麼呢 一輛這樣的車其實浪費了 老實說這輛車就這樣丟了垃圾桶 真的浪費了 有哪間車廠看到這輛好的 或者有實力的 可以讓它收了它回來 換一個品牌 換一個成熟可靠的一個系統 再去賣 未必說是沒有機會的 但是恆大我認為它真的差點會成功的 你看一下它是做地產公司的 做地產公司 靠什麼現在賣車靠什麼 靠渠道 全國各地有超過差不多1600個 恆大的樓盤或者它各方面的東西 每一個樓盤賣車和賣屋差不多 我全部一夜之間變成展廳 我的渠道是不是搞定 第二個 現在電動車廠要充電裝 特斯拉到處找人還要跟人聊 恆大不用啊 我在每一個樓盤下面的停車庫 我幫你蓋充電裝 你只要是恆大的業主 駕駛行辭的車 你的充電就免費 你想一下是不是舒服 渠道搞定了 然後售後各方面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各方面現時的客戶 這麼多行辭的業主 每一個樓盤都在賣 他這樣去做 他真的來成功是很近的 突然之間衰 是因為他自己在另外一個領域 玩衰了 搞錯了自己的口碑 而很不幸你將恆池汽車 和恆大這麼高風險的品牌 捆綁在一起 一次過被雷稀家 全部把這件事搞到壞了 我認為是一次 不可以說是一個必然的失敗 是一個真是 真是一個不幸運 他就壞了 你看他甚至連足球都可以搞得好的 搞車不是輕輕鬆鬆的 他當時一定是這樣想的 但是搞到今時今日的地步 你覺得真是天時地利人和 他全部都彎的時候 那這件事 哪怕你是有點石成金的一個本事 但是當整件事 都不是站在你那邊的時候 你的東西就是不成了 所以恆大的故事 告訴大家聽什麼道理 第一個做車真的很容易 如果你真的有本事 有資本各方面的你來做 是的 你很容易 第二個做車真的很難 你哪怕你有錢的時候 你要做一部全方位好的車出來 在那些東西你看不見的地方 你要花力氣的地方 這些全部是錢買不到的 這一點大家要記住